大家好我是Xiaolin 這次要和大家介紹的是 在RO仙境傳說中 艾克裝備的製作以及附魔方式 事不宜遲我們出發吧 首先我們跟朱諾左邊這位貓咪NPC對話 然後傳往優佩蕾絲夢幻迷景前面 傳送過來之後我們往左邊走 再往前一點會進入一個傳送點 接著我們直直往前走 接著我們進入傳點 接著和左下這位警衛說話 然後他會告知你在地圖的右下方 有一個綠色的點在閃亮著 接著在地圖的右下角會發現一個傳點 我們進去 進來之後我們往這張地圖的下面有一個傳點 然後我們進去之後直直的往前走 可以看到一個傳點 這邊就是考古地圖夢幻秘境 大家可以在這邊換取艾克裝備和附魔 而地點是在地圖的右上方 這裡會有兩隻機器人 上面這隻機器人我們可以用 老舊油桶5個和大型廢鐵10個 來兌換艾克的衣服和艾克的皮肩 而油桶可以藉由 國王鞋跟副本產物 金色卡片50張兌換一個 兌換地點在考古的左下角 也可以透過打怪取得 怪物是修復機器人 挖掘機器人 探索機器人 還有國王鞋跟副本中的小怪 掉落率比較低 通常是用金色卡片換比較多 再來是大型廢鐵 一樣可以透過打國王鞋跟的小怪 或是打勘茶機器人掉落取得 而艾克外套和艾克推進翼本身都沒有動 等級限制是99等 當兩件一起穿的時候 技能後延遲會減少10% 如果等級130人以上 會再減少10% 總共20% 是一套很平民實惠的裝備 只要搭配好附魔 就能變成強大的裝備 附魔的圖紙 一樣可以透過上面這一個NPC 選擇以五個油桶來抽獎 但是成功率只有30% 如果成功了會隨機拿到一種附魔 接著主委就帶大家來看附魔的種類有哪些 首先是恢復附魔101 效果是每5秒回復50HP 裝備加70每5秒再回復50HP 衣服和披肩都能附魔 次數是各三次 下面一位 再來是恢復附魔102 效果是每5秒恢復3SP 裝備加70每5秒再回復2SP 這個對於INT不高的職業 可以發揮不錯的效用 衣服和披肩都能附魔 次數是各三次 下面一位 再來是恢復附魔201 效果是HP恢復力加50% 裝備加70回復力再加50% 衣服和披肩都能附魔 次數各三次 下面一位 接著是恢復附魔202 效果是SP恢復力加50% 裝備加70 SP恢復力再加50% 衣服和披肩都能附魔 次數各三次 號稱回魔神裝 出門旅遊 殺怪打寶 必備良藥 下面一位 再來是屬性附魔 有火、水、風、地四樣 效果是能讓衣服的屬性 變成上述四樣其中一樣 只能對衣服附魔 次數是一次 要注意的是 如果要使用屬性附魔 必須是第一次附魔 不能附魔了別的之後 熊熊想到 啊我沒記了 我想要附魔屬性 這樣他是不會跟你附魔的喔 下面一位 接下來是抗性附魔 火的效果是 抗火屬性傷害加25% 抗水減25% 水的效果是 抗水屬性傷害加25% 抗風會減25% 風的效果是 抗風屬性傷害加25% 抗地減25% 地的效果是 抗地屬性傷害加25% 抗火減25% 以上皆只能對披肩附魔 次數為三次 附滿三個同抗屬的 可以有效對付該屬性的傷害 下面一位 接著是 輔助附魔冰凍 效果是 免疫冰凍狀態 只能對衣服附魔 次數為一次 下面一位 輔助附魔STR 效果是 每唇STR10 ATK加5 裝備加70 ATK再加10 只能對衣服附魔 次數為一次 對於STR120的職業 能給予大量的ATK 下面一位 輔助附魔INT 效果是 每唇INT10 MATK會加5 裝備加70 MATK再加10 只能對衣服附魔 次數為一次 下面一位 輔助附魔完全迴避 效果是 完全迴避加3 衣服和P肩都能附魔 次數各一次 下面一位 輔助附魔DEF 效果是 DEF加100 可以在衣服和P肩附魔 次數是各三次 附滿六個 可以當作平民二波 抵擋傷害非常有效 下面一位 輔助附魔MHP 效果是 MHP加5% 衣服和P肩都能附魔 次數各三次 一般是給平民龍火使用 附滿六個能提供30%的HP 再加上艾克套裝 本身給的HP%數 是非常可觀的 下面一位 輔助附魔MSP 效果是 MSP加3% 衣服和P肩都能附魔 次數各三次 下面一位 輔助附魔攻擊 效果是 ATK加20 衣服和P肩都能附魔 次數各三次 通常會搭配輔助附魔STR來使用 是平民ATK增加的好物 下面一位 輔助附魔魔法 效果是 MATK加20 衣服和P肩都能附魔 次數各三次 下面一位 最後是 輔助附魔ASPD 效果是 攻速加1 衣服和P肩都能附魔 次數是各一次 附魔的方式是 穿上裝備之後 和下面這位NPC說話 選擇強化你想要附魔的裝備 接著選取你想要的附魔圖 點選之後就可以了 附魔後的裝備皆無法重置 這點要特別注意 以上就是這次 艾克套裝的附魔介紹 希望藉由介紹這些附魔 讓新手或是回鍋老手們知道 艾克套裝的應用 假如對於附魔組合有想法 或是有問題 歡迎在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討論 也許能發現新的組合 如果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歡迎幫我按個讚 按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Charlene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